在加州首次接种疫苗一周年之际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 于12月14日举行每周网上简报会 邀请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 Mark Gulley博士 介绍加州当前的疫苗接种情况 和疫苗对新的变异病毒Omicron 是否具有抗疫作用 随着假期的临近 有感季节的威胁也随之而来 由于COVID-19时许多医院 卫生服务资源已经分散 官员们越来越担心 在加州已经出现了高度传播性的 Omicron电体迅速传播 而再次实施了室内口罩令 希望能遏制这种新变种 可能对广大人群和公共卫生产生的影响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疑问的 它是高度传播的 比较传播的 比较传播的 我们都在担心 但是现在在加州的 目前在加州接种第一剂疫苗一年后 85%的符合年龄的公民 现在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而且所有公民都可以接种加强剂 因为加强针对当前Omicron变异病毒依然具有抑制作用 因此以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机构的立场 还是呼吁所有加州民众积极施打加强针 在我们提供的众计区这些 的奥一众云疾病 通过两种股种庚仁持续载的 该随则之类的 根据统计数据,疫苗对长期发病的新冠病患者,有并发症患者,仍然可以提供有效保护,以避免住院和死亡率的增加。 Mark Gowley博士强调了进一步接种疫苗的重要性,它是目前免受COVID侵害的主要手段,也是对抗新出现的进一步突变和变异病毒的唯一有效手段。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